蔡英文总统你讲什么重症清零 请问你做了什么事情 可以重症清零 对不对 我为什么会那么愤怒 这简直就产生 人死了就干脆数字也没有 你怎么重症清零嘛 对不对 那你医护人员照顾的 都是最脆弱的族群 现在已经N个医院 N个肠道机构 集体到根本的院内感染了 先前最大一周在哪里 后三 所以大家都没去注意 布立花林医院 一百多个人集体感染 集体感染 那到现在几个礼拜了 几个礼拜了 陈史作你自己的布立医院 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有没有去体恤一下 全台湾的医院 跟全台湾的肠道机构 住在里面的这些人 他们的家属的心情 你医护人员有没有补塞 你肠道机构人员有没有补塞 对不对 德国做给你看的 英国做给你看的 别人做给你看的 那奇怪啊 那这些经验这么重要的 就包括这个快筛 但是也包括人家在应对方面 怎么样避免医疗崩溃 我们都没有学啊 就连自己自己所辖的 你的布立的院出事了 你有没有就用这个经验 赶快把台湾的 对因为我就说他 他就是一定要等到有人死 有人倒霉了他才慢慢的滚动 也不继续教训 对不对然后结果他 你看现在连调整都没调整 是我们重症会涌现 死亡也会涌现 因为早就已经被攻入心脏 被攻入心脏以后 你就会看到重症跟死亡数出来 轻在哪里啊 是 那不晓得说能够怎么自保呢 那当然那些养护机构的 我好像有看到里面 其实有人就走了 那这些他照顾别人 那自己又需要被照顾 那自己又染病这怎么办 那如果说我自己有一些症 其实我知道有很多医护人员 他干脆自己就不快筛了 那如果筛出来是确诊阳性 他又不能够 台湾医疗崩溃模式 就不能上班 因为在国外就是这样 他并不是说我照顾了很多 新冠感染病人 所以我们就被感染 然后我们怎样 不是喔 不是喔 不是 他是因为你这整个社区 就泡在病毒里面 所以他们在社区被感染了 被感染了他带进医院 或长照机构 他们同事要不要吃饭 要吃饭啊 对不对 就算没有在一起吃 但他偷口到吃 这空气传播啊 同一个用餐的空间 下一个人进去就有机会被感染了 是 然后大家不一定口罩都戴得很完美喔 然后病人他就生病啊 他会一定把口罩戴到很完美吗 没有 所以就会感染 打三剂很重要 打疫苗有保护作用 那小朋友 你要打 BAT或外等他都可以 其实我是比较建议大家打的 那再来就是说 这段期间不能戴口罩的地方 必少去 那么室内密闭的空间 你需要待在那边比较长的时间 你戴两层口罩或戴N95口罩 拜登就是送他美国人N95口罩 那家中如果有人在居隔 或者是居家照顾呢 把这一位家人是安排在有充富 通风良好的地方的房间 然后加上电扇 或者有HEPA 高效暖空气滤镜机来帮忙过滤 这样对其他家人也会比较安全 那平常的时候呢 家里也是尽量保持通风良好 那快晒四季 我是现在去排队真的好辛苦 可是其实事实上 新加坡是建议民众 你家里就是要背两个 然后你不能一次快晒阴性 就当做阴性 因为往往是要到第二次 所以民众还是要多注意健康 然后充足睡眠 多吃富含维他命C的水果 然后这种食物也吃 其实户外的那种空间呢 人不拥挤的话是安全的 是可以去 大家还是要 在太阳 我希望各位好朋友们 你们都能够很健康 然后能够安度这一次的危机 有这种政府我们真的是 只能 只能大家互相提醒 你是不是每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呢 浅眠的人呢 那是不是一点点声音 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 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强好康哦